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及从新洛时代一直流传到现在的传统动力活动 可以说金州是一个充满魅力的观光城市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金州名品 须鸡餐 在鸡丝餐里蕴含着古代如生雅士们的风流与邪趣 也不为过 食品集圈到古代如生们以独自吃米饭为吃 为此他们想的办法便是举行虚假的鸡丝 然后他们就可以放一只大餐了 这也是须鸡丝餐的由来 须鸡丝餐虽然是能须作家的产物 但饭桌上的菜肴却都是精心准备的 干章鱼 大虾等海鲜 以及竹笋 蘑菇 豆腐等食材做成的汤品 是须鸡丝餐必备的 再加上沙费苦心做成的米饼 七七的海鲜 以及香嫩嫩的蒸猪肉 乌鸭于盛鸩海味的一桌须鸡丝餐便到功告成了 tackrière殿鸡丝餐 年纪二家� pouv沙贼 除了9六 constructor上 把康少年来温暖冲位 这里是荷茄撒饭 进入来的荷茄撒饭 可以看到荷茄撒饭 可以吃饭的食物 可以吃饭 让我们看看食食餐的构成吧 作为食食大餐 当然你不要去用山野菜做的野菜餐了 此外,它还包括各种干海鲜做成的汤品 繁花于钓鱼做成的蒸鱼 肉饼,莲根饼 蒸葱片,糯米蒸饼 各种水果,以及干米饼 海鲜做成的香辣爽口的爽口米饼汤 芸汉与幼南江富饶鸡的金州名品 须鸡子餐 已经不大适应来冲击的饭菜 它已经成为传统介绍的代表 品尝这位繁荣古代士绅们 协趣的须鸡子餐 您将体会到美味的真谛 以前的饭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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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吃到饭菜 以前的饭菜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